各位,你第一次知情有沒有發現都是英文的 對不對,英文的介面 那我們到哪邊,到左上角這裡 到左上角,是不是有個help 左上角那個help那個地方 Display Language,你選擇繁體中文 這樣就ok了 好,那但是呢,你選完之後我們這個軟體要重新啟動一下 這個軟體需要重新啟動,所以你按ok 然後呢,把軟體先關閉 關閉的時候它會有這個版權 就是給你看一下不同的方案 你就直接關掉就好 所以我就重新啟動一下 桌面上已經有捷徑了 好,已經有捷徑了 找一下這裡,重新打開這樣就ok了 好,這個你就有看到中文的 待會進去呢,就是中文的介面 有沒有這樣稍微看起來熟悉一點點 雖然它沒有全部都翻成中文 那麼FocusGuy呢,它在國際版跟簡體版 授權有什麼不一樣 事實上兩個版本的軟體 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六以上都是相同 簡體版功能反而比較多一點點 就輸出的功能會比較多 還有範本更新的速度會比較快 比較快,但是最主要的差別還是在授權 也就是說如果您到它的官方網站去看 比如說我們來這邊 我們進到它的官方網站 它英文版的授權方案就是按月或是按免去做收費 如果你想要做付費方案的話 當然免費方案還是可以繼續使用下去 這個是它的那個國際版的 那如果是簡體版的 它就是什麼,終身適用 每一次就終身的 所以它對簡體的授權比較寬 所以那你用哪一個其實就看老師自己決定 兩個版本即使你用相同的信箱 贊號是不相同的 贊號是不相同的 就是說兩個都是分開的 像我之前我就有用過那個就是國際版的付費 因為我需要輸出比較高解析度的視訊 不過也還好啦 反正您真的需要的時候我再來用 它並沒有限制你說 你停止之後 你的那個就不能再用 這個是跟老師稍微提一下 您在切換完語氣之後 稍微了解一下 不同的就是版本 它的授權方案到底差別在哪裡 它的授權方案到底差別在哪裡